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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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时间的推移 陈远也长到了十岁 别看他才十岁 个头小些 可是他力气并不比青壮年小 村里有个年轻人叫何明 在镇上里园外家做长工 他见陈远没食磨活干 就做了担保 介绍他去做了长工 正巧赶上里园外建新房 所以陈远便去帮忙打下手 别人扛一根木头 摇摇晃晃 觉得重得很 可是陈远 一人抬三根木头 还剑步如飞 旁边工友提醒道 小子 别太狂了 你这不是想让我们饿死吗 陈远心思单纯 并不知道这话是什么意思 他只是觉得自己就尽能力干活而已 所以并没有理会 继续干些自己的活 傍晚 陈远回自己住的地方时 半岛却给人套上了麻袋 打了一毒 因为对方人多势重 陈远根本就毫无反抗之力 最后陈远被人打得全身血迹 奄奄一息躺在地上 也不知过了过久 有一辆马车经过 车夫看到地上有个人 便停下了马车 与后面的老爷说道 老爷 地上有个人 像是孩子 全身是血 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 你看我们 走 下去看看去 老爷一边说着 一边就下了马车 两人朝着陈远走去 看到陈远躺在地上一动不动 老爷叹了叹鼻息 呼吸有些微弱 说道 来一起 抬上马车 带回府里去 就这样 陈远被人救走了 他们一路急迟而去 很快就在一处高门大院前停了下来 原来是 和府 和老爷是城里的园外野 还是一个大善人 经常拿出自家的粮食 帮助周边的百姓解决温饱问题 深受百姓的爱戴 和老爷吩咐下人 找来了服衣 经过诊断 一边处理外伤 一边说道 还好都是皮外伤 痒痒便能好 一会给他扎上几针 就会醒来 不久之后 陈远醒了过来 发现自己在一个陌生的地方 而且这个地方灯火通明 屋子里很是好话 看着面前击人 就只知道是他们救了自己 就赶紧从床上下来 正要跪地上感谢 一双大手拦住了他说道 孩子 别激动 快躺好 你身上外伤太多了 刚刚大夫给你包扎好了 小心些 沉远见此人慈眉善目 一看就是一个大善人模样 第六感告诉他 肯定就是他救了自己 是您救了我 沉远问道 和老爷笑着说道 在路上看你躺着一动不动 就把你带回来了 你这是怎么了 发生什么事了 沉远便把自己姓深名水 自己的身世一一做了介绍 又把在里园外家做短工 因为力气太大 活干得多 被其他工人群殴的事情 一无一时地说了出来 和园外安慰道 沉远 当你身体好了 就在我和服做事吧 这里没有人会欺负你 沉远感激道 谢谢老爷 我一定会好好钱活的 就这样 沉远便就在和服养着商 沉远让管家好好照顾沉远 好吃好喝的招待着 几天后 沉远身上的伤也好利索了 管家便安排他在府里做事 沉远很是勤快 把管家交代的事情都认真完成 把累活 葬活都抢着干 因为力气大 干活也不觉得累 每天都闲不住 忙进忙出 沉远看得这么勤快 师承 很是欣慰 观察了一段时间后 发现他不仅力气大 身体很是灵活 所以就给他找了一个武术师傅 让他学习武术 原来和老爷产也多 又有自己的商对 每次货物运输都是比较担惊受怕 就怕遇到劫匪强盗 所以就想把沉远培养成一个武林高手 到石压祸带着他 便能万无一失了 就这样 沉远在武术师傅张师傅的教导下 伸手很是了的 张师傅对他很是苛刻 严格 沉远从来都不抱怨 每天认真学习 而且每个招式都是反复训练 五年后 张师傅对沉远说道 沉远 韦师已经没有什么可以教你了 你虽然天赋平平 但是你够勤快 努力 所以学得比别人都好 你可以出师了 韦师任务完成了 之后 沉远便日日让沉远陪在身侧 需要送货的时候 就让沉远陪着跑 此时的沉远已经长成一个大小活子了 个头也是窜得老高了 沉浮给他的伙食不过 每日又练舞 身材很是高大魁梧 人也长得帅气 何老爷有个女儿叫何倩 今年十三岁 温柔善良 他与陈远抬头不线 低头见 慢慢就对他产生了感情 心里默默暗恋陈远 发誓自己长大后 一定要嫁给陈远 每次遇到陈远 都会把他拦下来 陈大哥 叫我姬照防身呗 陈远害羞 脸红红说道 小姐 你还不用学武艺 小姐调皮说道 可是我就是想学 这样就默认欺负我了 陈远傲不过他 想着练舞太辛苦 说不定小姐只是觉得新鲜 好啊 倒是肯定吃不了这个苦的 所以便答应了下来 此后 一有时间 陈远便教小姐练起了基本功 只是小姐的意志力 似乎超乎陈远的想象 小姐每日认真练舞 还坚持做基本功 扎马步 一扎就是半个时辰 都不较累 现小姐如此刻苦练舞 陈远也不敢马虎教学了 只好每日认认真真 一朝一世 仔细交给他 陈远要出门压货 小姐就在府里认真练舞 从不会偷懒 就这样 过去了三年 此时小姐也长成一个大姑娘了 有一次 陈远又要出一趟远门 小姐 我要出去压货了 你自己好好练习吧 我回来要测试测试你 小姐 你带我一起去吧 你看我现在有了伸手 能够保护自己了 还能帮帮你呀 陈远赶紧拒绝道 小姐 你就别闹了 外面很是危险 你还是在家里练习吧 小姐点了点头 答应了下来 第二天一早 陈远跟着商队走了 才走到城外十里坡 有个清秀的少年狼骑着马 从树林出来 与陈远打着招呼 陈远哥哥 早啊 陈远看着这个男子打扮的小姐 都给气笑了 公子 快回去吧 这牙虎不是闹着玩的 老爷知道了 以后你都不能出府了 小姐天真的说道 陈远哥哥 只要你不说 我爹不会知道的 陈远见天色不早了 如果耽搁了 到时候就怕出问题 所以只能带着小姐一起上路 带你去也行 如果遇到事情 一定要注意安全 逃命最要紧 不然我就送你回去 陈远威胁道 我都听你的 还不行吗 我一定会乖乖听话的 放心吧 说住在马屁股用力拍了一下 随着 驾 小姐骑着马跑远了 陈远无奈地看着调皮的小姐 也追了上去 一路上 你追我赶很是有趣 也让和倩打开眼界 她是第一次出远门 很是兴趣 也不觉得累 旅途顺利 货物也是安全 抵达目的地 又重新装好 要押回家的货物 然后又紧锣密鼓地往回走 半路上 突然遇到一个姑娘 正被一个彪悍的男子吊息 眼看就要清白不保之时 只听的一声 住手 放开那个姑娘 那个恶汉见一个轻轻瘦瘦的小孩 也敢管她的事情 便呵斥到 哪来的毛头小子 滚开 别多管闲事 不然有你好看 和倩一听 火气吃溜吃溜便冒了起来 你个流氓 也就是会欺负女子 有本事咱们单调 这话成功激起了恶汉的火气 直接放开了那姑娘 便与和倩交起了手 只不过 那恶汉只是虚张声势而已 和倩还没正式出招 就已经被和倩撂倒在地上了 那恶汉顺势跪在地上喊道 英雄饶命 小人有眼无珠 放过小人吧 小人家里有还有八十岁的老母需要照顾啊 和倩看着恶汉如此不堪一击 嘲讽道 就这熊样孩学起人家吊戏姑娘 没用的东西 还不快滚 那恶汉一听 赶紧瘸着腿 一瘸一拐跑远了 那姑娘见恶爸走了 赶紧上前 跪在和倩的面前说道 多谢公子救命之恩 小女子无以为报 愿意以身相许 旁边看热闹的陈远 扑辞 一声大笑了起来 恭喜公子 得此美女 您又服了 说完骑着马跑远了 和倩气的跺脚 不用你以身相许 本公子已经有婚约了 说完也骑着马追尘远去了 商队一路上走走停停 突然发现有个姑娘跟着 小姐 那个姑娘一直跟着我们 怎么办啊 和倩问道 什么姑娘 就是刚刚救的 伙计说道 和倩走到那姑娘面前 你跟着我们做什么呢 公子 我没有恶意 就是我父母过世了 我也没有个落脚的地方 所以就想跟着公子 随时报答您的恩情 见此 和倩也不好再拒绝 所以就一并带回来了府里 在路上经过沟通得知 这女子叫阿辉 今年16岁 父母在她很小的时候 就过世了 后来只好一边乞讨 一边找点事情做 莫承想 却遇上坏人了 之后阿辉便照顾着和倩 陪着她在院子里练功 突然有一天 何家一片喜气洋洋 突然几个官差 却赶来说道 何家主何在 何老爷上前道 请问官差大人 发生什么事情 我就是何家掌门人 有人撞告你们 货物有问题 所以要带你回去配合取证 官差说道 就这样 何老爷被官差带走的消息 很快就传遍城中 很多合作商都来退了合作 其余 真是强倒众人推呀 很快 铺子也被关了门 何老爷被关在大牢里去了 何家一片愁云惨淡 也不知未来如何了 陈远带着石河 打通了关系 偷偷去看何老爷 何老爷看到陈远 激动地说道 陈远 这次我恐怕不会那么忙快出来 何府就交给你了 千万不要与别人硬碰硬了 陈远 老爷 这 这究竟是谁害了我们 我料想是城里的张家 我们是同行 如果何家倒了 他们张家便可以耀武扬威了 只是这样老百姓的日子就难挨了 陈远 小姐和夫人就交给你了 我恐怕一时半会儿也是出不去了 何老爷无奈说道 原来张家本就是个恶霸 不知走了什么好运 突然就发了一笔横财 此后便学起人家做起了生意 而且他做生意很有手段 也可以说都是靠侨取豪夺 其货可拘 不择手段 让城中百姓苦不堪言 何老爷不愿意看到城中百姓生活在水生活热中 所以用自己的方式解决了民众的需求 这张老板得知 何老爷从中作梗 便记下了这筹 所谓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所以张老爷便处处打击何老爷 如今更是偷偷让人在何家产业的货物里蹭了违禁物品 如果找不出证据 这次何老爷真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陈远也是没有经历如此的事情 所以也是不知该如何处理 有些手足无措 晚上 陈远在自己院子 辗转反侧 一直就睡不着 他不知道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为何对方有那么多的有效证据 为时魔会这样呢 突然听到外面有轻轻的走路声音 陈远多了一个心眼 偷偷在窗户上挡着 看看究竟是谁色鬼鬼祟祟的 在月光下 他看到阿辉正在院中 跪着傻笑 不知在干什么 陈远静静地看着 路上也没有下人经过 整个花园里竟悄悄的 陈远悄悄走到阿辉身旁 问道 阿辉 你这是怎么了 阿辉看到陈远来 似乎并不吃惊 只是说道 陈大哥 何老爷得罪了小人 通过一些法术 让活物蒙上一层不好的东西 我现在正施法 把那些有问题的产品 全部都剔除干净 再以其人之道 还置其人之身 经过遗嘱相功夫 说道 陈大哥 一切都好了 这个咒是会反噬 现在遗转移到张家 我这里有证据 明天一早就去官府 说明缘由 为了安全起见 所有的证据不在我身上 我带你去城隍庙吧 那里有能置张家于死罪的东西 说着就带着陈远 去了城外三里的城隍庙 第二天正是开堂时间 陈远带着东西 认真的看着这一切 壮着胆子 陈述着为自己老爷翻案 并呈上证据 县太爷拿着他提教的东西 却大惊失色 赶紧拍了金堂幕 退堂 原来陈远给的证据太多 每一条都指向张老板 这些证据按当时的律法 直接抄家灭族了 为了不打草惊蛇 县太爷带着捕快官差 当天夜里 偷偷在张老板回家途中 抓捕归案 随后把张家产业全都封了 而且把相关人员一个不漏 全都带回衙门 经过调查取证 发现这个张老板真不简单啊 不仅巧取豪躲 打压百姓 而且幕后还有一个叫阿三的人 目前阿三出逃了 据说这个阿三并不是大宋人 是聊钱入的戏作 明面上是个商人做生意赚钱 案里做着打探情报的够大 原来阿辉父母是张老板府中的做事 有一日不小心听到张老板他们的谋话 也得知他们的底细 不成想偷听败落 为了包下孩子 偷偷把孩子藏了起来 当天夜里 阿辉父母便被人害了 幸好阿辉躲在屋里的地窖 通过缝隙看的真切 就是张老板亲自带人杀了他的父母 为了复仇 阿辉便隐姓埋名 一边寻找机会 一边找出证据 到时候不仅可以为父母报仇 还能让张家不能翻身 莫承想 张老板后面还有一条更大的鱼 幸好陈元宇和谦做了准备 之后他们在黑风山上拦截了阿三 原来黑风山一手难攻 山上有一伙强盗 很是奇怪 平时也不打家结舍 就是安静的生活 静的出奇 静的让人们忘记了他们的存在 有一次 有个侨夫上山打柴 不小心闯入了他们的盘 就没有回来 后来村子里寻找了多月 一无所获 都以为给野兽叼走了 只是后来打猎的 砍柴的接连失踪后 村民们才重视起来 认为是那伙奇怪的强盗所为 只是苦于没有证据 为了查清事实真相 陈元宇和谦结伴 偷偷来到黑风山上 没成想这里根本就不是什么土匪窝 而是阿三的连接点 正好抓住了偷偷摸摸的阿三 随后捕快带着官差 也来到了黑风山 把所以黑风山给捣毁了 附近百姓欢呼雀跃 终于可以随意上山砍柴卖钱了 之前失踪了多人后 一踢到黑风山 就让百姓闻风丧胆 张老板勾结外邦 做了那么多伤天害理的事情 自然不能便宜了他 阿三作为外邦人 这关乎国本 所以把两人一起被带回京城重刑伺候 何老爷也因证据不足被放了回来 一家团聚 这次能够如此顺利 全靠了阿辉的帮助 原来阿辉为了复仇 一直寻找证据 那日半夜在院中傻笑 就是因为凑齐了所有证据 很快就能报仇了 心中欢喜 不想却被沉远撞见 便假装自己有法力 可以把有问题的货物处理掉 其实那些货物 根本就没有问题 都是张老板长玩的障眼法罢了 如今终于帮父母报仇血恨了 也是松了一口气 九泉之下的父母也该瞑目了 何老爷得知阿辉身世如此可怜 就把他收为一女 刚好比何倩大一岁 便做了何倩的姐姐 何倩也是很感激这个姐姐 两人关系还不错 阿辉当时还误认为何倩是男子 还对他产生爱慕之情 如今成了姐妹 关系比之前更加密切 经常在一个被窝睡觉 千儿 你上次说有婚约 是不是陈远哥哥呀 阿辉大趣道 何倩害羞起来 说道 阿辉姐姐 你就取笑我吧 我以后不跟你一起睡觉了 姐姐知道 你要跟陈远哥哥一个被窝 何倩红着脸 忙着被子大叫了起来 姐姐 你就别再说了 阿辉这几年到处流荡 性格大大烈烈 见何倩害羞 也就不掉看他了 经过此事后 和老爷身体也是大不如前 这几年培养了陈远 也是被他寄予厚望的 尤其是这次 看着陈远为何家安前马后 对他的信任又加深了不少 看着自己女儿这几年 总是跟在陈远屁股后面 陈远哥哥长 陈远哥哥短 就是知道自己女儿喜欢陈远 陈远也对他宠溺 所以就找了陈远 元儿 你也快二十了 也该娶妻了 你可有喜欢的女子吗 陈远回答道 老爷 我一直生活在何家 并没有接触到其他女子 所以并没有 何老爷 你对气儿呢 陈远 老爷 小姐是您的亲生女儿 就像是天上的明月 我不敢肖想 陈远啊 你是个政治的男人 欠儿性子太单纯 但是如果能嫁给你 我就放心了 你愿意娶她吗 何老爷问道 陈远可从未有想过 老爷愿意把小姐嫁给他 他有些惊慌失措 回答道 当然愿意 能娶到小姐 是我这辈子最大的福气 我一定会好好照顾她的 不久之后 何家一片喜气洋洋 大红灯笼高高挂起 何欠穿着亲手缝制的嫁衣 静静等着新郎来接亲 原来陈远是孤儿 所以表示愿意做上门女婿 为了走过场 陈远作为新郎官 要把新娘子从小姐的兰院 接到陈远的子竹院 又特意在街上饶了一圈 再回到子竹院 陈远接着新娘在街头转了一圈 街上人头攒动 很多都是得到何家接济的百姓 如今何家办喜事 他们很是高兴 主动帮忙维持秩序 让迎亲队伍顺顺利利回到了何家 何老爷宴请城中百姓吃了三天的流水席 那场面十分热闹 大家都带着满满的祝福 成婚后的夫妻恩爱有加 何老爷带着陈远学习管理铺子 这些年跟着何老爷 陈远配合的还是非常默契 何欠成亲不久之后 阿辉也嫁人了 他是铺子李掌柜的儿子 平时与陈远关系不错 经常都会与陈远一起过门压活 上次何老爷被陷害那次 他也是帮了很多忙呢 伟人不错 陷了鸡子阿辉后 两人便看对了眼 后来陈远一撮合便成了 几个月后 陈远便把所有产业都掌握了起来 何老爷全部都交给了陈远打理 自己在家喝茶赏花 一样天年去了 不久以后 何欠也诊断出坏了身孕 陈远把铺子经营 慢慢分配给各个管事 每日管事来汇报一下 自己再做决策就可以了 管事有了更多的权利 工钱也高了 大家各司其之 铺子生意风生水起 陈远腾出时间陪伴妻儿 日子过得很是惬意 十月怀胎 一朝分娩 何欠生下一对双胞胎儿子 何老爷 夫人很是开心 何家一片欢声笑语 邀请大家继续看下一个故事 聊斋故事 腰退 清代初年 本地县城有一个青年名叫苗庄 因为从小肠的魁梧 性格也有一些莽撞 人们便给他起了一个小名叫做大壮 这苗庄好人侠 假意气 从小喜欢听侠义故事 听完后自己比比画画地练舞 后来也曾跟随几个江湖骗子学过些武艺 一度以为自己的功夫已经可以横行天下了 当然他倒是没产生浪迹天涯的想法 不过还是一心成为一名武将 想到那上马定乾坤 率领千军万马战场冲杀来去的场面 是多么的神奇 最不计弄个观察荡荡 惩治奸贼恶道 报效国家 为老百姓伸张正义也好 最近本地出了几个奇怪的凶杀案 一男一女先后被发现死在了路边 男子被吸干了精血 只剩下一句屈翘 女子也是类似的情况 但还有些差别 只剩下一副壳 特别完整的壳 就像完完整整从一个人的身上退下来似的 可是又没有血迹 民间传说是来了妖精 使妖精用他们祭练了妖术协法 官府也在大力排查 不过两个死者之间是在梅石魔共同点 让案子陷入了绝境 死去的男子是一个公子个儿 吃喝嫖赌没有不干的 人们在私下里说他算是死有余辜 可是女子就奇怪了 本地人都不认识他 官室建长得太漂亮了 见过他的人都嘖嘖称奇 人们对漂亮的事物往往比较宽容 大家都觉得女子有些可惜 这几天苗庄一直在外面跑来跑去 就是在查案 至少他自己是这么认为的 官差在他的眼里全都是犯通 他要借着这个案子一战成名 让青氏他的人都领教领教自己的本事 尤其是家里的哥哥 苗家是本地的大户人家 家里经营住几个当铺 苗老爷和夫人前几年因病相继去世了 只留下了兄弟二人 苗庄和哥哥苗蒙 这哥俩相差近十岁 所以苗家理所当然地被苗蒙继承 苗蒙跟苗庄的性格完全不同 他长得经瘦 头脑灵活 善于吃喝玩乐和交际 因此当铺生意相比过去不仅没有衰落 反而又有了进步 苗蒙平日喜欢吃喝玩乐是不假 但那都属于生意上的应酬 他自己最好的还是色 满城的青楼季馆没有他没去过的 家里娶了两个老婆 倒是不算特别多 但也都算是国色天香 不过 这苗蒙近一年以来换了口味 觉得用钱买变得很无趣 开始琢磨一些旁门左道 比如有富之夫或者寡妇 或者是什么其他的良家 或者是看上去是良家的妇女 其他事现在对苗蒙来说不重要 他关心的是最近从京城来了一个戏班子 在本地非常受欢迎 据说玩意而不错 关键是有一个唱大鼓的女子 长得特别漂亮 很多财主争相易读此女子的风采 在这重情况下 请兮班子唱堂会的价格也跟着水涨船高 可是价格在高能高到哪里去 毕竟是一帮臭唱戏的 有钱的主儿谁会把他们放在眼里呢 要说还是这班主有些能耐 靠一个女子就把本地的财主弄得五迷三道的 稳稳拿捏住了 毕竟唱堂会只是一个借口 一个幌子 实际还是要女子伺候东家罢了 苗蒙心痒的不行 整天惦记着这点事 就想尝尝京城的仙到底是个什么味儿 今天终于得尝所愿 将班子请到府中 更露脸的是不仅唱一天 而是要唱五天 苗蒙的钱画得大了 面子也正的大了 在本地富贵圈子里传为佳话 下午西班子到了苗府 傍晚就马不停地开始预备 准备晚上就唱上一唱 苗蒙几次恨不得要去他们化妆的房间里看一看 但还是忍住了 他劝自己 东家还是要有东家的深沉 府里热热闹闹地张罗主 看在苗蒙的眼里就是瞎折腾 外面都死了人了 这时候还往家里招生人 实在是不合时宜 加上他本身也不好这口 再有点烦哥哥得意忘形的德行 所以晚上的堂会就默去听 没去虽然默去 苗蒙可立着耳朵在听 他想趁堂会结束之后赶紧去跟哥哥谈一谈 这节骨眼上不要惹是生非 所以感觉前面散了 苗蒙马上向前院走去 路过前院一个偏煞子 窗上亮灯灯 里面有一个女子的侧影 好像在换衣服 这个小房间平时默认住 偶尔来戏班子唱戏给他们化妆换衣服 看来今天做了这女子的更衣室 窗户上女子的侧影很是曼妙 苗蒙不由自主地多看几眼 眼睛没拿下来 心里可还在臭婊子地骂着 突然窗户上的影子好像有些变化 怎么形容呢 像是人在退衣服 但退下的衣服却是一个人的形状 苗蒙又惊又喜 惊得是被眼前的场景吓到了 洗得是她查了好几天 妖精竟然在自己的家里 苗蒙不由分说 趴在窗户缝上向里面看去 正看现一个女子从去翘中退出来 女子的后背上分明有两个绿色的大翅膀 女子是鹅子精 苗蒙捂住了嘴巴 才没有喊出声来 不过她没有退缩的意思 反手抽出了藏在靴子里的匕首 慢慢向门口走去 苗蒙破门而入的时候 女子已经完全退了出来 她不仅没有害怕 而是拿起那副曲鞘挡在胸口 然后微笑着惨叫了起来 给苗蒙弄浪了 叫声引来了苗蒙 这苗蒙从散场便在附近转忧 就等待女子换完衣服去前厅饮酒呢 听见女子的惨叫 她慌忙跑了过来 进门看见苗蒙拿着匕首 苗蒙很惊奇 她闯进来的时候 女子背后还有翅膀 转眼就消失不现了 还真是邪门啊 苗蒙一步冲到女子身旁 将其搂在怀中 从边上的衣架上扯过衣剑衣服裹住女子 然后严肃地道 你在这干什么 每天只知道五刀弄剑的 不要吓坏了别人 苗蒙见哥哥这副模样 哭笑不得 道 大哥 这个女子不是好人 是妖精 我要杀了她 女子这时候开始哭泣 淒淒惨惨 悲悲淒淒的 眼泪琵琶往下掉 苗蒙又生气又怜惜 手多缩着不知道应该放在哪里好 怒道 闭嘴 你简直 简直 苗蒙道 大哥 你被美色迷了双眼 让开 说着挺匕首向前刺去 女子下的惊声尖叫 躲到苗蒙的身后 苗蒙反而挺起胸膛迎了上来 一副视死如归的模样 苗蒙硬生生收住了匕首 道 大哥你糊涂 苗蒙道 这磨漂亮柔弱的女子 怎么能是妖精 你想杀的先杀了我 说完 说完 搂着女子向外走去 苗蒙气得直跺脚 可是又不能真的杀了大哥 临出门时 那女子向他挤了一下眼睛 苗蒙被他的挑衅气得哇哇大叫 吼道 我一定要亲手杀了你 第二天 苗家的后门突然来了棺柴 原来在后门附近发现了女子的曲窍 棺柴上门来问问是不是苗府的人 苗蒙一看来的棺柴他认识 叫做贾六尔 便把昨晚的事情跟贾六尔说了一遍 贾六尔听完笑着说道 苗二爷 您想当差的心愿 我们知道 平时也没少喝您的酒 不过这人命案非同儿戏 咱不能胡说 当心惹祸上身 苗蒙气得不行 道 你们怎么都不信我 这尸体就是那女子退下的磕 就在我眼前退的 贾六尔摇摇头无奈地道 二爷 您别逗我们了 这几天破案已经快把我们折腾死了 您别听老百姓瞎传什么妖啊怪的 没有的事 过几天咱们一块喝酒 小的坐东 说主校嘻嘻地走了 苗庄差点用脑袋去撞墙 为师母没人相信呢 为什么人们都相信美女 而不相信事实呢 好 那我就自己对付你 苗庄暗暗下了狠心 决定以后 苗庄便开始盯着那个女子 整个白天那女子都跟哥哥黏糊在一块 后花园 正厅 偏厅 挨个地方去 哥哥充当讲解员 讲解家里曾经来访的达官显贵 讲解苗家走出去的官员名流 讲解家里搜藏的奇珍异宝 三餐也是换着地方 吊着压地吃 在没人的地方 俩人还摸摸搜搜 女子很懂得魅惑之术 对付男人 称得上是收放自如 看样子 昨晚借着惊吓 没有如哥哥所愿 今天又是半推半就 让你占一些便宜 却又不解渴 勾得哥哥欲罢不能 环儿都飞了 一整个白天 女子有意无意地看向苗庄这里 明显又是在挑衅 苗庄反倒不弃了 就等待她露出狐狸尾巴的时候 给她一个致命一击 让大家看看谁在说谎 晚上散了场 女子回到客房里 书戏打扮了一番 苗庄在房上看得一清二楚 女子化好了妆 突然抬头看向了房顶 把苗庄吓了一跳 随后响起了敲门声 苗猛来了 苗庄知道 女子是要演一出好戏给自己看 苗庄心中冷笑着轻声道 那就看着吧 今晚我就让你去见阎王 说完拔出了匕首 放在嘴里咬住了 做好随时拼命的准备 房里的两个人在打情骂巧 进而又是摸摸搜搜 突然 苗蒙一把抱住了女子 女子的头上竟然慢慢地伸出了两个触角 由二尺来长 一上一下地动着 一边动女子的眼睛 一边看着苗庄 脸上是笑嘻嘻的表情 苗庄实在受不了 翻身跃下房去 破窗而入 挺匕首辞去 女子尖叫一声 向后躲开 两根触角疏忽间便缩了回去 苗蒙抬头见识苗庄 气急败坏 挡在女子前面 伸手就打了苗庄一耳光 喝道 鸡子散饭 你要干什么 我看你年幼 不想惩罚你 难道是对我不满吗 苗蒙露出了苗家主人的威严 往苗庄身上扣大帽子 苗庄不怒返笑了 道 好有威严啊 我是为了救你 苗蒙道 我不用你救 让他吃了我吧 苗庄咬牙道 好好好 你随便吧 转身要走 苗蒙道 哪里去 我就是太纵容你了 从今天开始施行家法 你去后院闭门思过 哪里也不许去 苗家的规矩极严 苗庄虽然莽撞一些 但不敢违抗 气哼哼地走了 苗蒙不仅限制他的人身自由 还安排了几个下人看着他 第二天一整天 苗庄都在后院小屋里声闷气 到了傍晚 后院窗户突然传来说话声 是那个女子和一个看守后院的男下人 女子用特别魅惑的语气勾引那个下人 下人瞬间失去抵抗能力 邀请女子晚上到自己的房间里去 苗庄知道女子是故意到这来勾引人 只为了给自己看 苗庄恨得咬牙切齿 气得浑身颤抖 她这辈子莫受过这样的气 到了晚上换班的时候 男下人回去休息了 苗庄还没想出离开的办法 距离他俩相约见面的时间越来越近 他决定硬闯出去 苗庄在门后听下人正在闲聊 突然开门窜了出去 然后飞身向下人房间跑去 看守他的下人一愣 反应过来的时候 苗庄已经没了人眼 苗庄跑到下人的房间 拉开门就近 那下人竟然躺在床上 已然默契了 这时从他的孔里 钻出一只碧绿的飞蛾 扑朗朗地飞走了 这时追他的下人正好赶了过来 还有听到声音来看热闹的其他下人 将苗庄围在屋内 不知道谁去将苗庄叫了过来 说苗庄杀人了 苗庄到现场一看 心里慌乱 可是面上看不出来 当场给下人们做思想工作 给大家赏钱 安抚人心 告诉他们不要声张 同时安排人去请死者的家属来 随后连夜亲自去县衙门走动关系 一系列事情处理得极其得当 临走的时候苗蒙瞪了苗庄一眼 让下人将其用铁链锁住 关回小黑屋里去 等候他的发落 大家散开的时候 那个女子在院子拐角处 看着苗庄 轻轻地笑了一下 苗庄被锁在屋子里 望着小孩胳膊粗的铁链子发呆 他有点后悔了 连骂自己的迂腐 刚才锁的时候 为施魔不反抗的 家法虽然重要 但是 现在已经到了苗家生死存亡的时刻 那飞蛾惊要了哥哥的命之后 必定绕不过自己 自己毕竟是凡夫俗子 不一定打得过他 如今被锁住 更成了案板上的鱼 任人宰割 怎么办呢 苗庄暗恨哥哥色迷心巧 连亲兄弟的话都不听 飞蛾惊也真是阴险 戏耍了众人不说 更是步步陷害自己 正在胡思乱想 门外 响起那女子的声音 渐渐的语气 当然还有哥哥苗猛的声音 有点急不可耐时的 那女子轻声道 你弟弟不赞成咱俩在一起 你我偏偏要在一起 咱们去他的隔壁如何 苗猛笑嘻嘻地道 好啊好啊 我那蠢弟弟不解风情 如今被锁住了 你就放心吧 苗庄七的站起身来 拉扯锁链 锁链只是拖在地上 哗啦哗啦地响 苗庄骂道 死妖精 我要将你碎尸万段 女子道 苗大少爷 二少爷还在骂我 苗猛道 不用管他 来吧 小宝贝 语气已经变得不正常 像是中了那女子的魅术 已经迷失了自我 苗庄气得哇哇大叫 但就是没有一丁点办法 难道眼看着哥哥 死在自己的面前吗 突然 墙角闪过一个灰绿色的身影 那影子快速向苗庄跑了过来 苗庄抬头一看 是一条巨大的壁虎 足有小狗那么大 苗庄认识他 前今年大壁虎的腿 好像被什么东西咬伤了 他曾经过他上过药 而且抓虫子喂过他 他很通人性 从那之后 每年都来看看苗庄 苗庄被逼得没有办法 对壁虎道 壁虎壁虎 我现在有一只大鹅子 给你吃好不好 就在隔壁呢 大壁虎好像听懂了 歪了一下头 停顿了一下 然后四脚翻飞地 跑到房梁上去 苗庄也不知道 壁虎到底名不明白他的意思 反正半天都没有动静 苗庄有点绝望 看来指望畜生还是不行 他颓丧地坐在椅子上 就在这时 隔壁突然响起女子的叫声 非常惨力 然后从墙壁缝隙里冒出滤烟来 足足喷了小半个时辰才停止 绿烟散尽 外面指手的下人才敢打开房门 房内没有了女子的身影 地上有一滩绿水 苗莽趴在水里一动不动 苗庄的心都要跳出来了 赶忙命令下人打开锁链过去 隔壁查看 没有看到大壁虎 苗庄知道大壁虎赢了 他让下人抬苗蒙去抢救 突然住在前院的班主房间里 也传来叫声 苗庄带领下人去看 屋内黄烟散尽 地上是一滩黄色浓水 原来班主也是一只飞蛾精 苗庄遣散了其他西班成员 连夜请了城里最好的郎中 为苗蒙诊治 可惜都已无力回天 命虽然保住了 但不会说话 对什么都没有反应 眼睛直勾勾地 如同行尸走肉一般 无奈之下 苗庄只能继承了苗家的产业 打消了当官差的想法 一个月后的一天 突然有一个人来访 自称胡比 苗庄不记得认识这个人 但还是迎了出去 这胡比大个子 粗手粗脚的 大眼睛阔嘴叉 一笑满口碎牙 皮肤黑中泛着绿丝的 苗庄多少有些面数 问道 胡先生 我们在哪里见过吗 那胡比道 前几年你曾为我支腿 上个月还曾请我吃了一顿大餐 说完 眼睛似乎带着一些光彩 苗庄恍然大悟 哈哈笑道 看来你我还真有缘分 说着拉住胡比的手 故事到此结束 谢谢您看我的故事 您在下方留言 记得要订阅加分享 谢谢你已经看 下期您视频见 再见